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多的时候知道我自己 对我目前的情形不满意 可是我们里面缺少一种 strong desire 一个强烈的意愿 说我不甘心再过这样子的生活 我不想我昨天怎么过生活 今天还是怎么过生活 我不想我昨天不快乐 我今天还是不快乐 同样的 更是拿到属灵上 我不想我从前常常失败 不能得胜 而我今天仍然是这个样子 如果在我们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desire的话 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容易 找到得胜的路 因为我们自己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desire 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 听到Chux Wendorf 他在讲道 他说他有一次去 耳鼻喉科看病 他坐在那边后课室等的时候 就听到医生在里面 跟一个妈妈吵起来 吵得很大声 那个医生说 我给你们的advice 我给你的建议 你为什么不听 那个妈妈就吵 她说我没有办法 我的孩子 他就是没办法 医生说 他的耳朵已经发炎了 这一段时间不可以游泳 他说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不游泳 你要让他不发炎 两个在里面吵起来 所以他在想 这个小家伙 应该大概是十岁以下 赖皮不懂事 没想到一开门以后 是个青少年 比他妈还高的一个男孩子 哇 那个Chux Wendorf 他说我简直不能相信 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一个都已经长到 快成年的大男人了 耳朵发炎成这个样子 医生再三说 你不可以下水 他硬要下水 所以妈妈帮着他来跟医生吵 他说他就是要游泳 那是你的责任 怎么样让他不游泳 怎么样让他不发炎 那弟兄姊妹 很多的时候 我们里面 明明知道这里出问题 但是我们里面 好像没有这个心智 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持续活在 他的困扰中 持续活在他的残垒里面 什么叫得胜者 其实在神的眼中 在基督耶稣里 救恩已经做成了 做得这么完全 所以得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是自然的 但是从我们这一面 我们常常觉得得胜很辛苦 所以这个落差就在于 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 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人这一面 除了对真理不够认识以外 被仇敌欺骗 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到 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desire 我想不想 我愿不愿意 都问他欺骗